第八百五十二集 他企图阻止方寒 躺臂挡车 不自量力 方寒的嘴里吐出了八个字 身躯高大 背后有山岳真行 万种文明史沉浮在其中 各个纪元的古老气息 都浮现了出来 他的手掌伸突 手臂晶莹 晶体神国中时光凝聚 我身永恒 巨大手掌直接撑破天空 抓响了那古老的八卦图形 十轮烈日 连续数声爆炸 十轮烈日 全部粉碎 古老的八卦图形 还有太初之戏 都被方寒一下抓了下来 西皇又显现出形体 脸色苍白 一连喷射了几口金黄色 如同火焰的鲜血 其中金光斑驳 好像烈日的光鲜 身受重伤 方寒手掌拍来 排山倒海 那自由九遍 最后一招施展出来 一下子就把西皇 整个人 擒拿在了手上 西皇是一个老者 现在 被方寒打得衣衫破烂 全身浴血 勾搂的被提在了手上 好像才提了一条老狗 天庭第一古皇告手 能够在天军的击杀下 都能够逃脱性命的西皇 此时此刻 就好像一条老狗 被方寒提在手中 琴拿住了 方寒的身躯 高大魁梧 昂藏如月 比起西皇来 高大了一倍 元气充沛 霸气十足 似乎掌握大地真理的帝王 自从他把真理先王 造化先王 启元先王的三大神权 都经过推算 浓于一炉 法力再度飙升 到达了一个自己的无可揣测的地步 不过 他很清楚 自己离天军之道还有多元 正在一步步的坚实迈进着 现在每做的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谨慎天军 打下最雄浑的根基 神范之相 西皇已经被我擒拿了 你难道以为 你还可以逃走 我已经把这里彻底封锁 就算是天军 一时半会儿 都不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切的元气波动 都传递不出去 难道 你还要做困兽之斗 方寒一手擒拿住西皇 当空站立 头顶上出现了许多天地惊危 把虚空完全封锁 审判之枪连番撞击 根本都无法打破障碍 跳跃出去 他也就这么看着审判之枪 上下跳跃 一动不动 好像在看猴戏似的 发出冰冷的声音 给我破 审判之枪发出了道道枪影 想把虚空撕裂 可惜 虚空就好像是精闭一般 他的枪头刺杀在上面 爆发出一连串的火光和声音 力量反振过来 使得审判之枪全身发麻 看到自己实在是不可能逃出生天 审判之枪一下子收缩了所有的法力 依旧化为一个高大男子和方寒对质 防寒 我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当初没有下决心把你杀死 是你现在如此的猖狂 这世界没有后悔样可以吃 你没有杀我 现在轮到我杀你了 其实你最应该后悔的事情 是和我作对 如果当初不和我作对 就没有现在的死亡 今日之果 实在是他日之因 一切种种都是因果 方寒高大的身躯 盼着审判之枪 就好像在看一只小蝼蚁 可恶 方寒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你杀了我和西皇 等于是斩杀了两尊天庭的最高领导 天君就要苏醒过来 你们羽化门危险无比 毁灭救灾眼前 是吗 如此压力 正是我前进的动力 有如此压力 我的成长会更为迅速 只要一修成天君 什么都迎人而解 还有 终结圣王已经破了封印 苏醒过来 他是我的守护者 难道天庭还想怎么样 首先得考虑一下 自身安危吧 你 你违反天条 亵渎造化 是不可能晋升到达天君的 审判之枪连连怒吼 我要审判你 让你在永恒的审判之中 接受惩罚 违反天条 亵渎造化 是哪个天庭制定的天条 真理圣迪的那个天庭 还是起源王朝那个天庭 或者是异己的势力 现在造化先王缔造的这个天庭 就要灭亡了 终结圣王苏醒 十足圣王也快苏醒了 真理圣迪的人 已经开始掠夺天界十万大洲的门派 天庭现在 已经名存实亡 方寒看着审判之枪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对于这个敌人 他要狠狠地羞辱 说话之间 一步踏出 手掌上显现出了一个碧绿 和黄金组成的阴阳于 太极图形 翡翠天主 卷金天主的气息 从上面击射出来 对着审判之枪 进行镇压 啊 这是传说之中 真理圣地的十大天主之一 翡翠天主 元金天主 你居然把他们杀了 炼化成道术 你 审判之枪一看 全身都处于一种呆滞的状态 似乎是吓傻了 太极神徒狠狠压迫下来 审判之枪再次爆发 全身惊气 冲天而起 化为枪翼舞蹈 要击破太极 但是 防寒五指张海 一张一虚压 磨判大手 当头一震 全身的精体神国 都绽放出 辉煌神圣的光芒 审判之枪 所有的武道招式 都被一下子打得粉碎 整个人跌落地面 化为了那高大威严的男人 不过 现在的他 威严尽丧 就好像是一条丧家之拳 完全没有了审判的能力 曾经 诸在天庭审判 不知道审判了多少皇者 古皇 异界 蛮族 神族 诸天万界的第一王品掀起 现在 却成为了一条被镇压的死狗 他和西皇 都成为了丧家之拳 在方寒的手上 随意被操纵 没有半点反抗能力 方寒一步踏了过去 那审判之枪 又被方寒一手提了起来 左手提的西皇 右手提的审判之枪 君临天下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几乎是如山如海 破灭万古 有创世不拔之无上神威 审判之枪感觉到了 无穷的屈辱 他被方寒提在手中 动弹不得 几乎是有一种 想自杀的感觉 但是 现在自杀都不可能 方寒庞大的法力 瞬息之间 就冲刷进入了他的身躯 居然开始 强行搜查的脑海之中 大到精髓和记忆 方寒 你杀了我吧 我绝不诸如 审判之枪怒吼连连 是可杀 不可辱 你是狮 你是猪 方寒冷冷地道 你审判之枪 主持天界大局多年 掌握了许许多多的秘密 我得从你的记忆之中 搜寻出来上古丹记的奥秘 得到其中沉睡的造化神丹 成就我的天君之道 你以为 你能够在我的手上求死 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你死 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庞大的记忆 从审判之枪的身躯上 被强行翻阅 审判之枪这一颗内心的屈辱 简直是无以复加 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被扒光的身体 吊在广场上 给众人观看一般 方寒 你还是杀了我 西皇也怒吼道 因为方寒也在翻阅他的历史 他的记忆 两人都是修行了亿万年之久的无上古皇 不知道有多少记忆 不过 方寒现在的修为非同小刻 在翻动记忆之间 不一会儿 就寻找到了一张记忆中的地图 无数的空间 在地图上被标示出来 上面一些隐秘的虚空门户 也都上下沉浮着 最后 在无穷深处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险恶空间 天溅鸿沟的阻隔 在最深的虚空英和煞气中 一座全部被封闭的巨大古老石门 被蜘蛛网一般的痕迹完全缠绕 上面都是盗闹的封印 不朽的天神残魂在其中守护 这就是记忆中的丹界门户 同向丹界的地图 审判之枪 西黄的脑海中 都有一幅这样的地图 方寒相互对照 发现二者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什么缺憾 不由的连连点头 不过 那丹界地图中的丹界门户被封印 根本打不开 是传闻中丹界之主 用生命布置下来的无敌封印 就算是天君也无法打开 而在两人古老的记忆中 必须要寻找到传说中的丹神之钥匙 才能够打开丹界的门户 而且 在两人的脑海之中 的确是有丹界的一些信息 丹界 最少是十个以上的纪元遗留下来的 丹界之主 在十个纪元之前 是一枚大神通者炼制的丹药 修成了天君 以后 法力越来越强横 几乎是无限媲美先王 战斗力和终结圣王一般无二 于是 建立了丹界 培养同类 经过了十个混沌纪元 天地大破灭 丹界越来越强横 有诸多的造化神丹 每一个纪元 都会培养出很多 相当于古皇的圣品仙丹来 这一次天地大破灭 丹界之主 更是想突破到先王的境界 窃取天地大破灭 混沌更替之间 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大道 因此 被造化先王攻击 打破了丹界 重伤丹界之主 后来 丹界被封印 造化先王 消失无踪 天庭的诸多天军 也曾经想进攻丹界 取出其中那些 沉睡的造化神丹 甚至找到丹界之主 但是 却都没有能够成功 因为 丹界之主 以生命布置下来的封印 非常厉害 除非是找到的 亲自流失的 丹神之钥匙 传闻中 丹神之钥匙 已经流失在天界之中 可惜 天界天军们 不知道寻找了多少个年月 始终都没有找到 丹神之钥匙 似乎只是个传说 也就是说 现在方寒就算是寻找到了丹界的地图 可以瞬息前往丹界 却也无法打开丹界的门户 除非他修炼到千王的实力 可惜 这个天地之仙 千王都消失了 丹神之钥匙 方寒默默地推算着 心灵一动 现在天地大街来到 处于乱世之中 许多东西都会应允而生 丹神之钥匙的出事 恐怕也不远了 不过 这次来到天界 虽然没有能够找到 可以进入丹界通道的东西 但是 截取了海洋的天外元气 更是斩杀了丹王 又擒拿了西皇 还有审判之枪 把大仇报了 心情舒畅 接下来 我就在这里修炼 汲取更多的天外元气 方寒左手一抓 西皇一声惨叫 化为了一本 太初古经 它是太初之气所化的古皇 实力超群 这太初之气 对于方寒非常有用 直接就融入了 纪元之书中上下沉浮 而西皇的灵魂 也被永久地 禁锢在纪元之书中 慢慢炼化 至于审判之枪 方寒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 抛制他 方寒 放过我吧 我做你的狗行不行 审判之枪凄厉的惨叫 传遍了这个狭小的空间 一时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一时百年生 审判之枪 你现在还想回头 已经晚了 方寒端坐在地面 无数道天脉元气 滚滚注入身体上 他的身体每一枚晶体神国 都在运转 其中 真理葫芦给了最大的容量 使他的天脉元气 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储存 原本 他可以施展出一百次 三百倍战力 现在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储存 足足可以施展出两百多次 而且 这数量 还在不停地增加着 并且 方寒不断地运转真理葫芦 发现 这葫芦 越施展出更多的天脉元气 就越有一种爆发的威力 甚至可以直接爆炸 看比最强之天节 与此同时 真理先王的道术 铸造自身不朽不灭王朝 调理气血 使得自身转化为类似法宝的存在 这和晴体神国 又亦去同工之妙 他越修炼真理先王的道术 修炼身后 就越觉得领悟深刻 有一种几乎是动静了身体结构 最深奥秘的感悟 时时刻刻 都和大道同游 和天地一体 而审判之枪 现在 被方寒喷出了一口火焰 熊熊燃烧 不停地断烧着本体 方寒 你不放过我 你就不得好死 你不过是一掌三十三天至宝 我告诉你 只要真正的圣品仙剂一出事 你这套赝品 就会彻底飞走 融入圣品仙剂中 你以为 你还能猖狂多久 审判之枪 长脚连连 凶神恶杀的诅咒 是吗 你以为我就想不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祭脸你 就是为了把自身炼成一座机缘神阵 用命运 洗涤所有的质保 斩断它们和本体之间的联系 打破宿命 变成自己 从此之后 成为独立的个体 谁都夺去不走 审判之枪说得不错 方寒的亡品仙剂 三十三天至宝 只要等真正的圣品仙剂 三十三天至宝一凸显 立刻就会被引动 飞入其中 从自己身体中流失 除此之外 自由之义 传说之障 八步浮屠 都有可能被召唤走 如果宝界的自由之义召唤 方寒的这亡品仙剂 几乎是根本把持不住 就被召唤 而且 方寒隐隐约约感觉到 八步浮屠 也有着圣品仙剂的存在 因为他每次在运转八步浮屠的时候 都感觉到 同样强横无边的浮屠龙力的存在 无边无际 不知道八步浮屠的圣品仙剂 隐藏在什么地方 或者 是一位龙界的天君 是传闻中 神秘莫测的龙界之主 龙界之主 是堪比先王的洪荒祖龙 不过 已经消失了 但是 他缔造的八步浮屠还在 现在应该是龙界之主 如果八步浮屠圣品仙剂召唤 那自己的亡品仙剂八步浮屠 就会飞走 怎么都镇压不住 传说之杖也是如此 当然 染血之衣 图腾之冠是本体 这一方面的影响就小一点 但是 遇到了蛮族中真正至高的存在 也有被夺走的危险 这一点 始终是个隐患 他这一次 就是彻彻底底的消除这个隐患 把自身所有的法宝 和本命精体神国结合 以纪元之书为蓝本 铸就一座纪元神阵 斩断诸多法宝之命运 打破宿命 使得诸多法宝 都彻底属于自己 属于自己的身体 所有法卯 全部出来 方寒手一挥 八八六十四尊王品仙器 已经飞了出来 围绕着审判之枪 不停地旋转 那圣品仙器的残骸 图腾之冠 也飞了出来 在八八六十四尊王品仙器的中央 重新凝聚成了一座大阵 方寒身体上的染血之衣 也烈烈作响 上面血气斑斑 化为了鲜红的云彩 如大旗 一尊尊的蛮族战神 绿血奋战 为蛮族 开创崭新之未来 它是要把法宝重新祭奈一番 使得身体上诸多法宝 彻底地和自身融合 以自身为核心 许多法宝为依托 化身成为一座纪元神阵 这是真理先王的启发 方寒现在身躯当中有许多法宝 那翡翠天主遗留下来的八八六十四件王品仙器 还有元金天主留下来的元金大都黄金宇宙 更有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至宝 自由之意 传说之障 图腾之冠 染血之衣 还有现在正在祭练的太出古经 更有着审判之枪 所有的法宝 经过推算 铸造神阵 再次演化出 纪元之道 天地命运 宿命久变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千玄幻小说 永生 第八百五十二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